最尊爵不凡的iPhone 14 Pro Max 它的售價真的就是那麼尊爵不凡 買了它就是你身份的象徵 因為照這樣的漲幅來看 一隻輕鬆都可以破4萬5台幣 甚至到5萬台幣 而且是標配版本 並不是所謂的最大容量 所以只能說蘋果這招 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 可以合理漲價的同時 又拉開期間版本跟評價版本的市場區隔 我相信大家看到標題一定會對庫克感到傻眼 就是說到底今年的iPhone 14系列 是要漲價還是要降價賣 所以今天才要跟大家聊這個重磅的漲價消息 因為你單純說是漲價嗎? 其實也不是 蘋果在漲價的同時還有給你其他的規格 不過我自己私心是覺得有變得比較貴 影片看了之前 感謝小寶寶成為這部影片的贊助品牌 以小寶寶來講 它提供給你各項3C產品 例如手機、手錶 甚至各樣精品皮件的包膜保護 甚至也提供給你晶圓廠等級的烏程式 給你的手機、手錶 給你各項產品最高等級的包膜保護 甚至也提供給你各式各樣的保護貼 不管是傳統的亮面玻璃保護貼 霧面的電競貼 甚至防灰貼 還有類紙膜全部都有 所以未來如果你買了iPhone 14 甚至Apple Watch 8 或者各式各樣的新手機 多北萬軟到小豪幫我貼保護貼跟包膜囉 好啦 那我們先來看消息是怎麼講的 目前消息又跟你說 我們的iPhone 14全系列 確定是會變比較貴的 但是卻沒有明確一個數字跟你講會變多貴 例如什麼899、999、1099美金之類的 只跟你說最終的售價 可能會提升個10%到15%左右 那我們照張的來看 預期將賣899美金未寒稅的iPhone 14 Max 將會大約變成賣你999美金未寒稅啦 而原本該賣你999美金的iPhone 4 Pro 就可能變成賣你1099美金 甚至如果漲到15%的話 就會是1149美金喔 那換言之我們最尊絕不凡的iPhone 14 Pro Max 它的售價呢 真的就是那麼尊絕不凡喔 買了它就是你身份的象徵啊 因為照這樣的漲幅來看 一隻輕鬆都可以破4萬5台幣 甚至到5萬台幣喔 而且呢是標配版本 並不是所謂的最大容量 但大家這裡大家先不要吃驚喔 蘋果這個漲價是有淡輸的 並不是單純加數字上去而已 它有額外給你一些規格喔 目前的消息是傳出呢 iPhone 14 Pro旗艦版本 它的起始容量並不會像前兩年的128G 而是改成256G起跳喔 簡單來講就是以前玩過的64G中間省略128G 你要直升就直接升到256G的容量陷阱 現在再給你玩一次 直方向不一樣啦 以前你沒有128你只能選64或256 但是呢現在4.64也沒有 你要直接跳呢就是直接跳256喔 所以我們樂觀點來想喔 如果你把去年的iPhone 13 Pro 256G售價翻開 跟今年的比較 那其實蘋果也沒有給你漲什麼價格啊 只是單純把最低容量的標配給它調高 進而造成售價也調高喔 我們如果單就多少錢買多少規格 這一點來看呢 其實也並沒有什麼損失嘛 但多數人一定心裡會不平衡啊 就是說我好像又用不到256G 為什麼蘋果要強迫我升上去 所以這個漲價啊 還有最低標配容量是256G的霸佬消息 我覺得成真機率算是蠻低的啦 但是呢其實也是有點根據喔 我們都知道說呢 今年iPhone 13 Pro旗艦機種 它的主鏡頭已經升級到4.8萬畫素 整體的錄影規格也有到8K的錄影 所以除非你是一個完全不拍照 完全不錄影的人啊 讓我們單就日常生活的拍照啊 錄影啊 整體的容量都會佔的比較多 因為你拍照出來的結果就更好嘛 所以假設我們現在拿到過去的機種啊 我們覺得可能128G的容量夠用 但是呢隨著鏡頭變好的iPhone 13 Pro 你同樣的用法之下 128G可能就會變得不夠用了啦 畢竟大家都注意到 蘋果漸漸的有在發展攝影這一塊喔 不然去年也不會推出什麼 ProRes錄影規格啊 甚至電影模式嘛 而且呢其實從今年年初一句就在傳說 今年的iPhone 14 應該是漲價漲定了 因為目前全球的現況 就是什麼東西都在變貴 包含通膨啊 原物料啊 運輸啊 房價啊 什麼都漲得越來越誇張 就是我們的薪水沒有漲 不要下班好嗎 也就是說呢 撇開所有的消息 就算蘋果用原規格給你漲價100美金 其實都可以算是合理啦 畢竟你剛才講過 就是全世界什麼都在漲 不過呢 我們站在消費者層面來看喔 如果酷克他就憑空給你加100塊美金的漲幅 那個反彈力道應該會蠻大的 因為什麼都漲 就是我們買iPhone的薪水沒漲嘛 所以呢 蘋果想那個折衷的方法 算是一個薄利多銷的概念啦 在消費者多買一點的情況下呢 賣家自然而然就可以少賺一點 這也是為什麼旗艦版本的iPhone X Pro 至少是256G的新聞傳出來的原因喔 因為你仔細想一下喔 我們翻蓋過去的案例來看 你一支iPhone 13要從128G升級到256G 差價大概是台幣3000塊上下 但是對於蘋果它的生產製造成本 絕對不到3000塊嘛 可能這些容量錢對它的成本來講 頂多就是一兩千塊台幣 所以一來一往之間呢 蘋果雖然沒有憑空給你漲價100塊美金 但是它可以從這些容量啊 128G變成256G標配 進而多賺取一些利潤喔 這也是為什麼容量陷阱 蘋果一直在玩的原因啊 就是強迫大家要網上買 規格變好它也多賺一些嘛 而且呢 這個做法還會有什麼好處 那就是會讓消費者購買 平價版本iPhone 14的意願變高啊 因為我們都在講說 今年的iPhone 14平價版本 從規格爆料消息看起來 都跟去年的iPhone 13有878相 所以是完全不值得購買的 你要買呢 就是買iPhone 14 Max 這支新推出的6.7吋 不然就是直接上到旗艦版本iPhone 14 Pro 因為新增的種種規格 真的是太棒太棒了 例如什麼4000版本畫素啊 砍掉瀏海啊 水顯螢幕啊 160的Promotion啊 更加省電更加漂亮 續航更強的iPhone 14 Pro 而且還有所謂的平價版本iPhone 14 用去年的A15晶片 只有旗艦版本iPhone 14 Pro 用今年的新A16晶片 所以呢 蘋果立即就出了這一招一舉兩得 因為上次一來 旗艦版本iPhone 14 Pro 它入手門檻就變高了嘛 你要買就只能買到256G容量 那我們把最低標配入手的價格 一起翻開來看啊 平價版本iPhone 14 128G 跟旗艦版本iPhone 14 Pro 256G 兩者呢 至少就差了1萬塊台幣售價 雖然我們認真來講 其中還有128G容量 你買iPhone 14 Pro也沒有買貴 但是很多人其實沒有注意到那麼多規格 他就只是單純發現說 iPhone 14跟iPhone 14 Pro 它的旗艦售價就差了1萬塊 而且呢 可能有些人我會覺得說 他不想花那麼多錢去買到256G啊 進而放棄掉iPhone 14 Pro嘛 所以呢 只能說蘋果這一招 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啦 可以合理漲價的同時 又拉開旗艦版本 跟平價版本的市場區隔 但是呢 不管你要買的是旗艦版本iPhone 14 Pro 還是今年的平價版本iPhone 14 iPhone 14 Max 小猴幫忙都已經陸續在針對這些機種 推出更好更棒更堅固的保護貼 給消費者 但像小猴幫忙除了提供給你無城市以外 也是有著市面上最高強度的保護貼 幫你最大限度的保護你的手機 甚至小猴幫忙整體的包膜 施工的手法 每一個師傅都是有認真調教過的 甚至我們最在意的Apple Watch保護貼 貼上去之後呢 基本上也可以相容市面上多半的保護殼品牌 甚至在目前iPhone 14發表前 小猴幫忙也在全台灣 陸續設置更多的無城市門市 要讓各位消費者得到最棒的手機保護服務 所以到時候正是iPhone 14 或是Apple Watch 8發表之後呢 都不要忘記到小猴幫忙保護你的手機或手錶囉 所以我想問一下大家 如果iPhone 14 Pro旗艦版本 它的起始容量真的就定在256GB的話 這個售價你會買單嗎? 還是你原本是屬於想要入手iPhone 14 Pro 但是看到這個256GB容量限檢蘋果 比你多花一點錢之後呢 你會不會反而想回頭去買iPhone 14就好了呢? 都歡迎在下留言一起討論囉 那希望大家不要忘記對影片按讚 分享 訂閱 開啟 開啟小鈴鐺 說到忘了有沒有開心 按進去小鈴鐺的上面通知囉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